我是以哥 今天继续为你介绍热血格斗动画 第一神拳 今天一步要进行职业资格考试 倾木教育他 通过职业是最重要的 是斗争心 不管什么动作都要有气势 牧村去说 基本动作与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说着说着这俩人又互怼了起来 给一步逗得哈哈大笑 瞬间变得不紧张了 这时英尊也来了 告诉一步 宫田已经通过了考试 若一步失败的话 聚联就会越来越大 得可以会长及时出现 给一步吃了定心玩 考试现场都是些看上去很厉害的大哥 一步却突然盯着某株发呆 原来是上次还在撞到小弟弟的那个妹子 真是奇妙的缘分 测体中的时候 一步遇见了一位 长相十分恐怖的大哥 体重和一步差不多 都属于羽量级 在场边等待比试时 腾边也来了 此次是来参观他认为有钱多的选手的 除一步外 还有位选手让他很在意 比试时 一步紧张地手忙脚论 弄断铅笔 还打翻了笔活 还好临桌小哥接了他一只 替他剪了没 终于结束了比试 那黑脸大哥又出现了 一拳击破墙边的广告牌 真是个暴力的家伙 正式考试就要开始了 却始终不见一步的影子 原来他紧张地在洗手间酝酿呢 英寸尽撞 一掌尽地拍精神了 考官告诉二人 不要在乎输赢 只有将拳馆所在的技术 使用出来就行了 一步仍旧紧张地自言自语 辞觉迷惑性极强 对手认定一步是个好欺负的软士子 比赛正式开始 对方挥拳便打 被一步枪一避开 对方险些时就重心摔倒 接下来二货小哥 向一步发出了连环攻击 但他的动作和宫田相比 简直慢得像蜗牛 根本伤不了一部分毫 一步的防守吸引了观中的目光 一步挥出左拳击中对方 由顺舍击中右直拳 二货哥被直接击飞 瞬间KO了对方 台下观众发出一阵惊呼 藤边也赶踏一步的权力 真不是盖的 接下来那位恐怖的黑脸哥登场了 开赛后 他的左拳突然降了起来 前后有规力地摇摆起来 突然间 拳头像会伸缩一样激动了对手 再然后又像鞭子一样甩住 速度奇快 没错 这就是回力拳 对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利用回旋出拳的方式 且每一拳都很有力道 考官拦住他 叫他停止 他却像着了魔一样 推开考官继续狂急弱审对手 敲钟后才结束了比赛 场下的人全看呆了 一步认为 黑脸哥做得过分了 英尊就告诉一步 这是世界五次连霸的拳王 托马斯汉斯最擅长的招数回力拳 藤边给一步介绍 黑脸哥叫金柴 黑脸哥大放猴眼 只要有我在 你也就无法成为羽量级拳王 要不要改集数呢 我不会改 我和某个人约定好在新人王赛见面 我绝不会放弃羽量级的 没想到一步还挺有骨气的 次日 一步终于如愿拿走了 朝思暮想的职业拳击证书 兴奋的快要跳起来了 结果回到路上 又碰着之前欺负他的梅德三人组 前姐子都被一步逃了 他们认为一步去拳馆 是为了报复他们 准备再次行凶时 看到了一步的拳击证 以为只是花钱买的 这东西可是一步的宝贝 一步两步便来到梅德面前 枪叶取回了自己的拳击证 告诉他们 俺是因为喜欢拳击 才想要当职业拳手的 然后酷酷的跑走了 剩下三人在风中凌乱 一步抱着拳击证 在垃圾桶边发呆 被人当成了傻子 藤兵带来了宫田第一场职业赛的录像 第一回合1分33秒 以下钩拳KO获胜 太强了 接下来还有监抬的比赛 他在第一场比赛中 用回力拳色叶抽打的对手 轻易KO对方 获得了压倒性胜利 一步愈慢的训练去了 在唐边眼里 三人都有心亡的潜力 而此时 一步第一场比赛的对手 也已经确定了 是西川拳馆的小天 21岁 我战三胜两败 全部都是快速右勾拳 KO获胜 牧村认识小天 小天本是轻量级拳手 因无法打赢同等级的人 才会找月亮级的人比赛 大家都觉得小天是个软脚虾 但在一步看来 对方已是有过五次比赛的老鸟 绝对不能轻敌 再看小天 这家伙是个有手好心的懒蛋 精彩在训练时偷懒 这次又和女友约会去了 教练的女儿灵子 劝她回去训练 她也毫不在意 这次的比赛机会 是教练好容易才争取到的 小天就不珍惜 给教练气坏了 小天狡辩 称上次输掉比赛 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自己的技术可厉害了 但教练知道 小天吃败仗的真正原因 是因偷懒耐力不够 才会在第三回合就体力透支 当年教练是被小天的幽权吸引的 认为小天甚至有成为 世界冠军的实力 却没想到她如此没有斗志 既然如此 就让一步教训一下小天吧 而且如果这场小天再输 教练不会再被小天找比赛了 也不会将女儿交给这种 好吃懒惰的家伙 反观一步 正在进行残酷的抗击打训练 铁锅砸肚子 远哥我想想都疼 一步却说我还要 其他人都被一步的训练 狂热震撼了 默默加快了自己的训练节奏 而小天依然还是老样子 跑步训练时再次偷懒 跑堂野上晒太阳去了 灵子叹了口气 灵子在拉面店遇到了一步等人 听着轻慕远牧村对小天的嘲笑 灵子心里越发难过 找到提前结束训练的小天 她已经受够这个 只会讲大话的家伙了 表示若这场比赛小天再输 就会正是和她分手 曾经的小天训练时 别任何人都有客户 每次捡到拳击 都会认真地令人害怕 她讨厌现在的小天 小天被灵子华彻底叫醒了 跑去找教练取经 问她怎么才能获胜 这次就算不用KO获胜 让裁判判断输赢也行 说吧 并猴急猴急地开始训练起来 但现在才知道勤奋练习 也将有点晚了吧 与自律的一步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就连殷村都劝一步 别把自己逼太近 练费了就不值当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小天像换了个人一样 每天标着教练排她拼命训练 不知不觉间 已经持绝一个星期了 教练终于右队的恢复了信心 期待小天生下的右拳能苏小 一步这边也没闲着 在轻木的陪练下 进行模拟小天右直拳的练习 一步在与别自己高级别的 轻木练习中丝毫不落下风 两边都在进行疯狂加练 这场比赛最后会露死谁手呢 一步与小天都顺利通过了体重测量 一步切生生的过去打招呼 看到的却是小天睁你的脸 我会让你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无能 这与大家讲的毫无斗志 完全不一样啊 一步终于在后练的比赛名单上 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心中既兴奋又紧张 在小河边练习时 飘落的树叶 令他再次叶小了半年前 练习抓业的那段难忘时光 不由他再次加强了练习节奏 终于等到了第一场职业赛这天 擂台防止的灯光 晃得人睁不开眼 加油声约掌声扑面而来 一步静静感受着现场的气氛 会长为他睁开绳索 一步率地登上擂台 一步努力平复的情绪 此时小天也登场了 第一盏终于要来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句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雨哥 并转发一下 这样有催更效果哟